才关心这个意外的事件 台铁又传出列车碾毙了 这个花莲县光复乡 一名78岁的高姓妇人 在昨天晚间7点多 到大富火车站等孙子下课回家 不过疑似呢 因为天色昏暗天雨露滑 不慎衰落了月台 遭到了自强号撞击 目前其实外伤的话 大概是只有一个头部的外伤 那还有双腿有骨折的情形 那不过详细的死因 可能还是要经过司法响宴 才能确定一下 这名高姓妇人被卷入车底之后 拖行了十多公尺 列车的驾驶赶紧通报了铁路局 并且转报119来求救 上方队员到场将妇人拉出 送往的凤林龙总分院急救 不过到院前她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经过急救之后还是不治 家属悲痛不已 而这起事故呢 也造成光复道复员间的列车 都受到了延误 直到晚间八点半 才恢复运行 而至于详细事故的原因呢 警方还在调查当中